曲名 曲名 計劃 一般呢 我們上課的時候 我們最重要講日本 歷史就是要轉文化值 那開始呢 我希望各位也不是說 不是想想這三個問題 這三個問題也不是說什麼大未來的問題 但是對我們的課程來講 它會不斷出現的一些問題或者思考 第一個就是所謂東亞文化到底是什麼呢 各位都聽日常生活中考慮 東亞文化或者東亞文化或者東亞文化 這個概念常常會出現 但是到底指的是什麼 那當然一般來提醒 還是包括了中國、日本、韓國在念的這些文化 那麼日本的 講到東亞文化就想到就是 最容易講到的儒教、漢字 這個東西才有佛教 那有些實際上沒有錯 可是日本當然也有儒教 日本也念孔子 韓國也念儒穎之類的 那麼日本的儒學跟中國儒學是一樣的嗎 如果不一樣還有什麼差別呢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因為一講到儒語或者一講到儒學 你就想著 中國人就很容易用中國的照片去想 想像日本的儒學會怎樣 事實上那有很大的差異 可是你不會去知道 因為你就很容易 人都很容易很本位就可以去想 那事實上會一樣嗎 那或許有些就一樣 很多 或許有些就是有那個差異 那差異是什麼的 為什麼會有那些差異呢 這差異到底造成了 這個差異跟它的社會發展的狀況有關關係 或者跟它的文化跟它的地理環境有關關係 這個都是可以思考的問題 事實上 但我這樣講可以感到 我想講的是它是有很大的差異 這個差異其實是很大的 但是呢 一般來講的 在台灣或者在中國 你很難 你很不容易是這樣想 你很容易就想說 喔喔喔 日本也要儒學 那都中國的啊 中國影響的啊 就這樣你很容易這樣想事情 OK 那總而言之 我們這項課的時候 會背比到處這種 所謂的差異 這一點齁 那當然我也不是說 否定說 日本的東西跟中國都沒有關係 當然也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 要去注意這個所謂的差異的部分齁 好 那 我舉個例子好了 就是 只要代表 所謂東亞文化的 最頂級就是 漢字之類的 所以我們知道 日本有漢字嘛 韓國人以前也用漢字 不過 因為韓國人 因為後來就民族的關係 就 漢字大家都背掉 大家都用那個 漢文 那個韓文嘛 對不對 因為韓文的好處就是 它適應這個資訊化時代 容易打這樣子 然後 可是因為 派出就是 很多以前那個 韓國人 他們就像年輕人讀懂 漢文的嘛 所以 以前的老鼠都留下來 資料 很多年輕人就讀不懂 這個就一個落差在 這讓我想起 我到日本念書的時候 我們讀那個 明治時代的文件 明治時代的東西的特色就是 它的那個 漢文 漢文會很重 就是它那個 怎麼講 用很多漢文的東西 可是 所以明治時代的文獻 對台灣人來講 容易掌握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的典故 是各位 日常生活中都會用到 例如守株待兔 之類的這種東西 會出現 為什麼 因為 要是都是典故 我們所謂東亞文化傳統 共有一個 所謂漢字文化傳統 共有一個漢字文化傳統 那上市的東西就會有 可是 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 韓國流行政策 他們就不太懂 因為 因為對他們來講 那些東西 比較搖遠的 這東西 可是在台灣 就過去受了這些 教育的關係時 你再去接觸 這個明治時代的文獻 會覺得比較容易 這是一個 我覺得 蠻有趣的地方 那 隨便講一個字就是 那麼多遺憾 像遺憾這個字的話 在日文的語境 跟在中文的語氣 就不太一樣 在日文裡面 遺憾就是有點 就是有點 覺得 可惜 對不對 可是在日文的語氣裡面 遺憾這個字 帶有一種 一種譴責意識在 更強烈對不對 所以 這個有很多差異 為什麼呢 就是說 這很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 當初那個 中國跟日本要會邦交的時候 然後呢 然後那個 就去日本嘛 就去中國嘛 那他就對過去日本 扮設了戰爭隊形 他就道歉 他就想說他覺得很遺憾 這樣子 可是中國人就很生氣 蛤 煞了那麼多人講遺憾 就是遺憾就是有點 呃 有點對不起 或者我覺得很可惜的感覺 可是在日本講遺憾 他那個 道歉的語氣 或者道歉的感覺 是更重的 懂我意思吧 所以 同樣一個概念 可是在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社會裡面 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怎麼講 意思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 這是一個很大的差異 等一下 或者接下來的課程中 我們 或許常常會講到 類似的事情 我想各位 就是 我大概會比較重視一點 好 第二個就是 一般我們 我想我們知道 我想台灣大概是 全宇宙 對 就是 日本以外 有關日本的 怎麼講 日本的室屋 日本的料理 店最多的地方 或是 最親自的一個地方 那 所以 在台灣裡面 很容易看到 跟日本相關的事情 例如電視轉開 就那個 小女生在跳舞 什麼AKP 然後 什麼 還有很多那個 房間充滿了 日式料理 對不對 那 然後我們 日本 台灣人 對日本有很多刻板印象 例如說 街道很整潔 然後男生很色 都喜歡看影片 對不對 還有 還有什麼 還有 還有就是好像 日本都很 日本都很 都很小心 很喜歡很注重這種 細節 所以我們 我們在台灣 很容易看到 電視新聞 電視新聞 不是那種什麼 無聊的節目 電視新聞 每天到早就說 欸 日本用他們什麼 小道具 有助於什麼什麼 你容易知道嗎 會有影響吧 我覺得後面請問 這個東西有什麼報道 那 這個東西就算日本 有人一直用 也是一小說的人嘛 可是 為什麼看台灣變成新聞呢 我覺得很奇怪 總而言之 就是 台灣會有一種 一種 刻板印象 那刻板印象呢 當然我不是說錯或怎麼樣 但是 有很多的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跟真實的日本社會 那其實有差距 這個差距 是什麼呢 這個 上課大家會想到 那隨便舉個例子 就是 例如說 台灣也很多 那個壽司店 然後台灣也有壽司 然後台灣也有壽司 有那個加霸布有沒有 肉壽的 可是這製品找不到 有那個壽司上面加霸布的 對不對 那就很多的差異 然後你叫霸國去 霸國也有意思 霸國的那個 這本料理店 他們都 他們都喜歡下 他寫那個 寫那個 羅馬定義這樣 寫那個 他們寫那個壽司 可是他們那個壽司店 除了壽司店 賣什麼 賣很多 賣什麼 賣那個烤肉串 還有那個 焼鳥 烤鳥串 那種的 就是法國所以覺得 很有意思 因為在日本 壽司一定不會跟那個 焼鳥在一起 它不是什麼店 可是在 在法國它是同一個店 這樣 反正總而言之 每一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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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的 因為它的 所謂本土文化 對不對 會受到本土的環境 影響 這個是普世的一個現象 OK 這當然不是在台灣特別 反正是法國特別 也不是這樣子 好啦 那總 總而言這是一個重點 我想上課過程中 我會對這個有點說明 第三呢 第三就是說 好了 就算你在日本 你生活在日本 你認為我也是日本人 然後你 你從小說的文化 例如說 我們常常講 茶道啊 胡適道 什麼道道 很多道 那個道真的就是 就是傳統嗎 還是那是一種被發明的傳統 道明嗎 這個 不會是日本 這也是 這也是個古世的現象 也就是說 近代化 就是說所有的國家 在進化的過程中呢 它會發明傳統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成立一個國家 要擬拒一群人 我們必須要共有一些文化 共有一些想像 這東西呢 就會去發明一些傳統 當然傳統的發明 它不定 不會是武中生有愛 一定為一個脈絡在 那 那像日本 我們知道很多 各位知道了 什麼茶道 很多什麼武士道 這其實某種角色 它是一種被發明的傳統 當然不是說 200年前沒有武士道 突然有 不是這個意思 它是有相關的東西 但是呢 在後 近代化的過程中 它不斷地被 被 受到一種質變 或者一種再解釋 這很多 還有像 例如說 省色結婚 我知道 看到日本很多 年輕人 然後叫省色結婚 就好像我們會覺得說 他們這個省色結婚 好像是 旁骨開店以來 就是這樣的感覺 就是很久很久以來 他們就這樣結婚 事實上也不是 但也不是近一百年的事情 可能受到 日本人受到 歐洲人在教堂結婚 影響 那我們可以再省色結婚 就再省色結婚了 所以 那種東西你會覺得說 就是這樣 很多東西 其實它 開始其實沒有多久 可能只有幾十年 可是 因為 因為一些關係 你就會把它想像 那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 就是這樣 OK 所以說 這個第三點 也是我們在上課中 會講到的一點 就是 希望各位 注意一下 好 那 以上三個問題 其實我也沒有答案 我只是想 各位講 我們上課的過程中 會注意這樣的一些問題 接下來我們講一個 這個很有意思的 這個傳說 這個傳說跟日本有關係 那 這是日文 各位同學不要緊張 我考試 不會考你這個 我只是因為 我比較懶惰 所以 我沒把它辦成中文 我只是拿來講課用的 各位如果看到過日文 覺得 你會日文 你就拿來自己練習 你不會跳過去就好了 無所謂 我只想跟各位 分享一下 這個美麗的傳說 這個傳說是什麼呢 我稍微念一下好了 我們 在大陸 距離大陸 1500公里的 大洋公里 有一個很大的島 這個島上的居民 他們皮膚都是白色的 非常有禮物 他們是優雅的 偶像崇拜的教徒 他們有自己的國家 國王 這個重點在這邊 這個國家呢 到處都是黃金 這個 沒有人做的 很多很多的黃金 這個國王的宮殿 都是黃金做的 屋底呢 純金的 地板呢 也是純金的 而且 有這麼厚 兩個縫子的 厚重的 是純金的 所以這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很多人 可能經過的 這是一個黃金國的傳說 這個黃金國是哪裡 就是日本 OK 那麼會有什麼這個傳說 這傳說是誰講的 有沒有人知道 那個 鐵社 尼伯德帥哥 來你講一下 是誰講的 你一定知道的 不然你搞不中台大的 來 來 來 你覺得是誰講的 葡萄牙對 然後是誰 葡萄牙對 有點關係 但是 是誰呢 在哪一本書出現的 很有名的一個 四個字的 語言大人 去 研討的時候去中國的一個 一個 一個 有人講的 馬克波羅嘛 對不對 就是馬克波羅的 油記裡面 講出現的 馬克波羅的油記裡面 是這樣表述的 他被表述成一個 非常非常好的一個 創謀黃金的一個國度 OK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很重要呢 因為 因為 各位知道 馬克波羅的油記影響著 後來的那些歐洲人 他們為什麼向外去運行 他們其中有一個動力就是 他們想要尋找 對就是這個黃金島 這樣子 當然這個其實只是 公共解釋 是讓他們說 歐洲人為什麼會向外殖民 這個背後很多原因 這是 不過有這樣的一個美麗的傳說 在地是他們要追行這個 黃金島這樣子 那 這黃金島就是日本 不是別的地方 那 所以 有意思的地方齁 就是這邊 各位 把一下這個 日本這個 這是英文嘛對不對 各位都英文 Japan 為什麼是Japan 而不是 各位學過日本就知道 日本的人 日文怎麼講 尼鳳對不對 或者有講尼鳳 你喜歡講尼鳳 尼鳳比比較好 熊揪揪氣啊 這樣子 好像 尼鳳跟尼鳳不太一樣 就是說 哪一個才是 哪一個才是 哪一個才是比較正確的 我不知道 不過 你看日本人在加油的時候 一講尼鳳為什麼 尼鳳就比較有氣勢 然後大火氣勢的感覺 所以 會講尼鳳 總而言之 你念尼鳳和尼鳳 他其實 他都不會變成Japan 對不對 那Japan怎麼來的 各位 你可以試用台語發音這樣 日本怎麼講 日本對不對 日本是不是跟Japan 比較像 所以 重點就是 為什麼Japan 叫Japan呢 是因為 據說 是因為 當那些普拉亞人 他來到 東方的時候 他是透過 南方中國人 才得知 有一個島 叫日本 有一個地方叫日本 然後那些中國人 他當然講當時的方言 我跟他講那個方言 就是 用中文的方言 講 那些普拉亞人 有一個地方就叫 例如說 好像普拉亞人 到底怎麼講 我有點忘了 就是那個音更接近方言 可是後來 這個 這個 方言 方言又往北傳 往北歐或者德國去 他因為會變 變成這樣子 那 總而言之 就是 Japan 英文叫Japan 是因為他是 是 網上說去說是 最受到的是中國 南方一個方言 不知道是哪個方言 那 這也滿有意思的 那重點就是 這個 方格波羅他 為什麼這樣描述 描述日本呢 也是因為 特別是中國的關係 他不是 馬可波羅沒有到日本 他是 他是 到了中國 那事實上 馬可波羅是不是 這個人是不是存在 也是一個 也是有人討論 就是說事實上有人說 這個馬可波羅這個人 其實不存在 也就是說馬可波羅 也文記事實上是 可能是 當時來到中國 很多的商人的一個 紀錄 然後 然後虛構一個人叫馬可波羅 這樣子 尤其說 總而言之 這個 馬可波羅為什麼 或者那個尤其 你為什麼這樣描述日本 那是因為 那是從中國大的影響 那中國為什麼這樣影響 主要是因為 都知道有淺唐石 對不對 因為淺唐石 當時 基索蘭那些 淺唐石來到中國的時候 他們叫 生活嘛 帶旅費啊 生活費 然後他們據說 帶的都是殺金 因為日本的確是產金 的確有產金 但是沒有那麼誇張 全部都是金色改的 東西 那的確有產金 那還有各位 都看過日本的東西 那個Makia 那個 中文怎麼講的 就是 黑色的漆漆 然後上面 金色的漆漆 那個有沒有 可知道吧 黑色碗上面漆 金色漆漆 那個有沒有 所以那種 那種東西很多 所以 中國人就會有印象去說 喔 日本當然很多王金這樣 那所以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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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 對日本的一直理解呢 透過 Makia做的一個誇張 這個假的就變成 變成一個 一個 黃金國的想像 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當然後來 有意思就是 後來 後來他們也知道 原來日本不是黃金國 可是他們還是相信有一個黃金國 據說 後來他們相信還是黃金國 還是有人在找 就是這樣 大概十 十六十七四季 這種 各位看到航海王有沒有 航海王為什麼有意思 其實他設定那個背景就是這樣 就是歐斯文他開始向外擴張 他在尋找一個 位置的土地 向外冒險 那其實背後就是那樣的一個時代王 好 這個是 我覺得滿有意思的 跟各位提一下 也就是說 正常的意思是 歷史看起來好像很重心 看起來沒有關係 可是實際上它是 複雜的聯繫者 這是非常有意思的東西 看起來還會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關聯 可是實際上它是 它是聯繫者的 就所以有人用那種 理科我們就知道 那種複雜系統 就是什麼 那種理論 就是什麼蝴蝶在派的翅膀 就會在 欸 等我講 就是在 例如說在台灣蝴蝶派的翅膀 然後就在歐洲造成圈 之類的 有沒有 這個複雜系統的一個解釋 這個東西 有人就用這種方式解釋歷史 也就是說 歷史上一個小小的一個 一個 一個怎麼講 一個事件 它可能會引發 其實過了幾十年 或者越過時空 然後在別的地方 引發很大的一個事情 這是賣外遺史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們往下看 接下來 我要生的歷史 日本的歷史 之前我剛才跟各位上一下 日本的地理 這個 介紹一下 雖然各位都知道 日本是長這樣子 可是日本是一直都是這樣子的 當然不是對不對 當然不是 不過還是 我還是跟各位介紹一下 現在日本是長這樣子 嗯 這是個到北海道 本周 九州四國 那麼中間是上脈 有上脈 這跟台灣的地理蠻像的 可是有注意一點就是說 它的人口大概存在這邊 這邊是關東嘛 關東大概住了四千多萬的 然後這邊是關西 關西大概住了兩千多萬的 所以你知道這兩個地方加起來 還加上地方 不要 整個東海道 明湖那一帶 一千多萬人 所以這個地方大概住了 上脈之後的日本人 在這邊 這邊 日本大概一億多嘛 一億兩千 三千萬左右吧 這 這大概是上脈之後 人多住在這帶 那其他人就可能比較少 這邊還蠻多 這邊大概一千多萬人 然後這個 這四國就很少 幾百萬人 四五百萬 內海道也很少 六百萬吧 然後整個東北呢 野戶都會幾百萬八 九百萬而已 這邊的利益很少 這邊因為生活都公有 所以這邊人幾百萬而已 總而言之 人口都集中了 所以這次的那個地震 它是發生在東北 那如果再往南移的話 這後果也有根本不干涉 因為這邊人口 完全集中在這裡 OK 好 這是一個大致上的 而且你看它打那麼多 為什麼打那麼多 看得也看不出來對不對 世上這邊有很多小島 那個什麼 世國 世國這邊有很多小島 雖然那是島嶼很多 然後看一下 這個有一個島 可能這個 比較不知道 這個是什麼島 這個島 不是 不是 古島也那麼大 那麼大 日本島就 就是說 這個很大 這個不是獨島 這個也是很有名 但是 不是獨島 獨島在另外一方面一點 這個是什麼島 我們不知道 這個可能比較不知道 就是 不過也很有名 很重要 這個島叫對馬島 對不對 馬就是牛馬的馬 對華島 對馬島為什麼重要 因為你看它剛好在韓國 跟日本的中間 所以日本跟韓國的交流 完全是靠這個島 作為一個 不凶媒介作用 這個以後我們再講 它很重要 它很重要 在日本跟韓國的交流過程中 它是扮演一個很關鍵性的小說 這是一個島 這一個島 是什麼島 知道吧 對 基礎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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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韓國人 這個不用爭 但是 對馬島 韓國人也說是它的 總而 不過現在是日本人 這個基礎島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個 有人去賭博 然後被抓包 對不對 可是基礎島其實它存在 很非常的歷史 為什麼呢 因為基礎島 很像裡面的從日本近 所以在日本統治的時代裡面 就是所謂大日本帝國時代裡面 很多基礎島人 他就來到日本好生活 然後你再知道日本 有很多的在日朝鮮人 很多人是從基礎島出生的 那基礎島在整個韓國的歷史裡面 他是受歧視的一群人 也就是說 他是比較 在韓國的社會建構裡面 他們以前 基礎島之前 是比較被歧視的 例如說 你看那個大廠 是被流氓到那邊去 所以基礎島島 他事實上是被歧視一群人 然後之前 很多 在日據時代 他又 又來到了日本島生活 然後日本島生活之後 日本 結果葬拜之後 之前有些人回到了 基礎島的生活 可是也很不幸地遇到了 所謂的四山事件 各位知道嗎 四山事件就像台灣的二十八事件一樣 幾乎基礎島一半的人 都被 都 都 不是死了 就是受到破壞 那總共這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歷史 可能是韓國近代史上 最大的一個 一個悲劇 就是基礎島的四山事件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 是韓國的歷史 就拜託拜託 各位有興趣都可以查一查 好 這樣我們再往下講 嗯 也就是說他 日本的 日本的 我剛才強調過 日本的歷史 地理 我們看他現在是這樣 可是他不是一直這樣 他是從這邊開始吧 九州 上來這邊 這一代慢慢的 我們歷史 或者慢慢看 除了日本 他是慢慢的往外扩的 他不是一開始是這樣 就是說 韓國太帝來的 就是這樣 不是他是一直往外扩的 一直到 到了19世紀 他就變成這樣子 那當然 成績一度他又 非常膨脹很大 然後 台灣的報告在那裡 不過後來也亂翻之後 就變成這樣 好 那我們 我們看一個地圖 例如這個組 是19世紀的人畫的 各位看到這個組 跟剛才那個組 就不太一樣 看得出來吧 這個組 19世紀 明治維新 之前的 幾十年前的話 地圖 有什麼差別 這個組 這個組 跟這個組 有什麼差別 這個組 跟這個組 有什麼差別 這個組 有什麼差別 這個組 方向有差別 是嗎 你在看裡面喔 方向有差別嗎 是方向嗎 方向上看起來不太一樣 但是 重點不是方向 那個 這個 養正看同學 有什麼差別 我這重點不是形狀 重點是它 什麼東西 不見得 沒有 對 有人講 被害到 有沒有這樣 你注意看 大方向是不一樣 對不對 可是沒有我被害到 被害到 也就是說 這個重點就是說 在1835年 日本人 畫地圖裡面 他們認證日本是不包括被害到的 被害到當然是在 民治維新之後 或是之前的前性 在日本 他成立一個主權國家之後 他有主權江戸 林復的概念之後 還會被 被日本侵占 你剛才你一點是這樣 那 當然不是說 19世紀的時候 日本人完全沒有在被害到 或者是他 他的主權 或者他的政治 沒有在被害到 完全沒有錯 也不是這樣 那是在被害到其實有 有根據地的 可是呢 在他們想像的 理解的 日本裡面 被害到 有點像這個畫外之地 OK 那 領土的 那個江界的規模是 最模糊的 OK 只不過 那個 剛才 像我一直強調的 近代化的過程中 受到這些所謂 主權國家 體制的過程中 你成為一個主權國家 你要有領土 這個概念出現之後 被害到 台北 被日本 障為 極有 當然裡面還有 原來所謂的 暗默組的問題 很多問題 OK 那 這是一點 重點 這是一個重點 19世紀 你年代 想像的日本 大概是長這樣 然後在這個 也蠻有意思的 這是16世紀 歐洲人畫的地圖 各位可以看出來 你看 他這裡也沒有畫表出來 好像 這是本州吧 然後這是那個 29州 你覺得是韓國是不是 是不是 你怎麼那麼聰明 這裡真的是韓國 很聰明 這也是韓國 為什麼有意思 就是說 韓國它是個半島 對不對 可是在他們想像中 韓國是一個獨立的島 一般很多人會 第一次才會參加庫葉島 對不對 但是 這個是韓國 不好意思 好啦 所以 這個 給各位參考一下 所以 重點就是 我講的 日本的 所謂日本它是學歷史 它的 韓國的範圍 也是會不斷的改變 然後接下來 我要講這個 領土問題 這個 也是日本的地底 各位 稍微參考一下 這個 因為 車子都當在政治一些問題 我對這個 比較有興趣 跟各位多介紹 嗯 日本周邊 大概有很多領土的糾紛 北方就有北方市島的問題 北方市島是這個 持武設單 國後折桌子 那為什麼為什麼有問題呢 也是因為 也是因為 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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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日本人的 這個怎麼會是日本人的 當然也 這個是19世紀以後的事情 19世紀 你自衛星之後 應該說之前就會開始了 你一定會開始就跟 歐洲人在打造道理 因為 就俄國人 跟俄國人簽約 就畫了一個 畫線 畫江界 畫在哪裡 就畫在這邊 所以這是千島巡島 千島巡島 他們就畫在這邊 OK 好那這邊是日本的 然後這邊是俄羅斯的 就是這樣 這本來是沒什麼問題的 就這樣 別看這邊 大概是這樣 這個是 這個是庫業長 這個是千島巡島 這邊畫了個線 這邊是這樣 俄國人的 這邊是日本 這樣 在19世紀中期的時候 是這樣 然後呢 這邊呢 本來是共管 可是後來 日本就讓給俄羅斯 可是後來俄羅斯 就是戰爭 俄羅斯就打敗了 俄羅斯就把 俄羅斯就把 跨倒了一棒 他們叫華太帝軍 隔給日本 所以變成 在大日本 英國主義的時代這邊 這邊呢 是日本 這邊呢 也是日本 這邊呢 這邊是俄羅斯的這樣 好 那為什麼會這麼有問題呢 那是因為日本畫的帳範 帳範之後 蘇聯交易大 我現在各位提 現在也知道 蘇聯就在日本快投降之前 就參戰 參戰之後 他們沒做什麼事 就是把這些島嶼實戰 這樣 就贊助了這些島嶼 然後 一直到現在 他們沒有還 他們沒有還給日本 那日本一直要把俄羅斯要回來 可是 這被 背後有很多複雜的 條約法律的問題 那 總而言之 俄羅斯一度想要還 可是後來他們沒有還 現在 現在更不要還 因為現在 整個局勢已經變 日本現在 國力已經比較弱 所以俄羅斯的態度 壓力強沒有 那根本不要還 那 那 總而言之就是因為這樣 這個就變成了 現在的俄羅斯 可是呢 為什麼 有問題是 本來這也不是日本的 可是因為19世紀 日本人就開始移民到這邊去 所以對 某一個世代的日本來講 這就是他的家 可是這些人呢 在戰後呢 他被搶破離開他的家 回到北海道或哪裡去 我對這些人來講 他的家就在這裡 可是我在那裡 你這樣網上說過200人 這裡根本也不是日本 OK 不過總而言之 因為 這個地方曾經是一群日本的家 所以又在北海道這個地方 對要求 會含北方四島的運動很強烈 很強烈 OK 這樣 那這邊 這邊當然有更多的故事 對啊 雖然這個地方對 在這邊台灣的人來講 非常遙遠 更不會侵入你的 你的思考 放滿裡面去 但是這裡有很多 非常的故事 這裡就是主要 這裡稍微講一下 就是那個朝鮮人 因為朝鮮人呢 他們在 就是說 在戰前 很多朝鮮人 他會 有些被搶破 有些製片的人 就被派到這邊工作 就在庫裂到這邊工作 可是呢 後來日本仗敗了 後來日本就撤退 日本跟俄國就簽約 日本就撤退了 可是那些朝鮮人很可憐 他們沒有 本來大日本實在是日本人 可是他事實上 日本帝國瓦解之後 他變成不是日本人 你懂我意思吧 他變成沒有國籍 這些人就被俄羅斯人 很強留在這邊工作 做苦工 兩三萬人 韓國人 那後來他們當然 可以回到韓國去 可是呢 當時韓戰報分成南北韓 所以這些人呢 俄羅斯都跟北韓有交 要綁交 所以你要回到韓國 只能回到北韓 可是這些人很多人 他是南韓出生的 懂我意思吧 所以他想回到韓國 可是他回到的地方是北韓 不能回到南韓 韓是回到南韓去 那當然就很多人 就不願回去了 所以就很多的 很多的悲劇 所以 這個什麼 過去那個大時代 比如什麼大江大海 1949 這個當然不知道 其實世界各地 你那個時候去看 很多這樣的故事 很多這樣的 很多東西的事情 這只是一個 一個點 我想各位不太知道 各位介紹一下 好啦 就這樣 就是 本來日本只有到這邊 可是現在沒有了 那這邊爭議沒有 日本沒有要這一塊 那現在要的就是這一塊 北方思考這邊 那當然這個交測過程中 有人這種理論 可能說 一定要四個都一起還 然後有的就說 先換兩個再換兩個 或者有的說 嗯 先換三個再換一個 就是 各種想法都有啦 不過現在大概 現在大概 江湞在那裡 俄國也不要忙 早些時候 這個俄國政策還考慮要忙 那現在完全沒有 對我們考慮 那個前一陣 他們還去那個軍事演習 軍事演習 那對日本來講 這是一個嚴重的挑釁 嗯 好 這是先介紹這邊 那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到日本最北 就是在那一邊 那 那 這樣我現在當然 剛剛有同學講到 主導是在這裡 主導是在這邊 這裡有一個爭議 是主導的就是這邊 這個好像就是所謂的 理成管線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主導為什麼變成韓國 就是主導 在韓國叫主導 主導是變韓國的 為什麼是變韓國的 因為 因為呢 好像是一九五幾年 五幾年 五二年的時候 這個 美國要把這個主導 劃給日本 韓國人就不爽 然後就趕快去把它站起來 就劃了一個 劃了一個理成文 建造的總統跟理成文 然後現在 現在是 就是韓國實際上佔有這個大陸 然後 然後 日本要 認為說是日本的 可是這個 一到韓國去場 會看到那個 那個 很固條 上面就覺得 欸 獨導是我們韓國人的這種固條 那 他們主張的是韓國 然後現在在韓國 實際上 也是韓國實際上 佔領的一個狀態 好 這是一個 這個我就不講 最後我還會講一下釣魚板 這個比較 我比較感興趣 我其實在 兩天前還做過釣魚台 會議的那個口印 我對這問題的那個感覺 還很 很笨 我想講一下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釣魚台 你要看它是一個小小的點 它其實可以 它的那個潛在的 甚至可以毀滅世界 為什麼 因為它是很重要的一個 爭議的一個焦點 那釣魚台 為什麼會變成一個爭議的焦點 那這跟台灣很有關係啦 我 很簡單的跟各位講一下 希望各位了解一下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 很複雜 但是簡單講就是說 1969的時候呢 這個聯合國就去 去調查這些東西的水域 就發現那裡有 現場大量的石油 是簡單性 好啦 這一發現池了 它變成一個爭議的焦點 為什麼呢 它本來是 不過小島嘛 誰要呢 對不對 可是那 可是因為 知道附近有資源之後 就變成一個爭議的焦點 因為 1969之後 過後一兩年 美軍 就打算把沖沖沖 還給日本 本來 也就是說 沖沖呢 就一直講起 沖沖本來也不是日本的 可是後來就變成日本的 變成日本之後 後來仗敗於美軍館 美軍館之後呢 美軍館了幾十年之後 他又打算 新幾代 就打算把沖沖 還給日本 黃金日人之後 他連這個 從釣崖一起還 跟黃金日人 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大家還知道 這裡有資源 所以 台灣的 在美國的一群 年輕人 非常理想 他們就開始展開這個 包含運動 就是 這本來是台灣人 因為有證據證 這個應該是台灣人 所以 所以就有了 這個 開始有爭議 爭議就是從七年代開始 這個 問題也很阻擋 我等你再講一下好了 好 我們因為通常 我想各位 去上這個 這個 我很簡單把它介紹一下 先各位了解一下 就是 把日本抽片的地 稍微各位簡單介紹 然後講到釣魚台 剛才講到釣魚台 就是 這個七年代 所以就寶釣運動 不知道寶釣運動 不只各位覺得很遙遠 寶釣運動是一個很重大的事情 這個我 沒時間講 從而言之有人說寶釣運動呢 相當有點類似那個 那個 過去的五四運動一樣 因為它是一個 學生跟自發的 一種愛國的一個運動 而且參加的 都是當時的 海外的知識分子 非常 這現在很多 很多現在在 現在 現在寶釣運動的很多 當時 有美的 頂尖的一些 人物 例如說什麼 楊正寧 很多知道吧 很多有名的人 他們都參加 現在 在美國 或者 有些後來的台灣 都是在各個領域的精英 總而言之 這個寶釣運動就不講 重點就是 日本 美國要把他們抗給日本 那就引起 台灣人抗議 台灣人抗議 那台灣為什麼會抗議 因為 台灣人認為 台灣人認為這是台灣人 為什麼 這些有提的證據 例如說 例如說 在這句世代 古文書裡面 就掉一台 可能就是 歸化為宜蘭 宜蘭這邊的 宜蘭廣的 但自己在我們上 想 日據時代根本是日本在管 所以不想要放哪邊 那時候也是日本的一個主導 當然還有別的東西 例如說 什麼 什麼 釣魚台底下 那個 底下跟台灣的什麼 大紅三國山是相連的 這樣子 為什麼 地理上是相關的 還有 重點就是說 事實上對台灣來講 或者對國民黨政府來講 對於一台 的確他們曾經使用過 然後 那的確是一個漁場 台灣人會去那裡捕魚 可是不是台灣人去捕魚 劉秋人去那裡捕魚 所以對劉秋人來講 對台灣人來講 這個是一個共有的一個漁場 過去的 所以呢 台灣組裝 他日文是台灣的 也沒有 也有他一定的道理 不是亂講的 那日本為什麼說他是他的呢 除了說美國發給日本之外 往上溝 有一種 在1895年 就是 台灣變成日本的之後 的一個交友戰爭之後 這個日本就曾經 內部的文書 就把釣魚台 劃成日本的 一種理論的 這是日本的戰友 釣魚台最主要的理論 就是 這個叫做 無主定 先戰略 就是說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你知道歐洲國家 像外殖民的 過程中 他有人駕中 就駕中 就駕中 就駕中獲得領埠的方式 一種就是 戰爭 然後割讓領埠 台灣就是這樣 割給日本 因為一種 就是這種無主定限制 沒有人 我只要缺了這個土地 這個黨沒有人 我就先戰先 這是我的這樣子 可是 按照國際法 還要公告什麼 一對的程序 那1895 1895年之後 日本就曾經 就曾經有 內部的文書 就有這種 無主定限戰 或者一種 正寧的這種 可以用這種理論 來說明的文書存在 可是 因為它沒有像 國際公告 所以有一點 也變成一個論證的消解 就是 它沒有像外公告 是內部的文書這樣而已 所以它變成一個 人家說這個沒有 不構成一個 實際上的一個 國際法國的效力之類的 不過日本 這是日本認為 釣魚台是日本的 一個很主要的理由 那最近呢 中國 1990年代之後 中國也開始加入戰局 那我在中國加入戰局之前 台灣這邊也有很多的主張力 因為 台灣 現在各位都覺得 台灣跟中國不太一樣 可是 把我代表弄40年代 就是40年前 70年代 台灣人認為的中國 其實就是 也就是說 那時候的年輕人 他們講的 講的中國 就是國民黨的中國 那 也是他們台灣跟中國的 跟底的意思 沒有那麼強烈 那所以他們也會去 找個文獻 證明這個東西是中國的 所以那個中國 不是共產的中國 而是中華民國的中國 那 什麼文書 就是找歷史上 證明你去看 明朝的時候 明朝相關的那個什麼 防海土 你們就有 開始講調一台了 然後呢 那個 朝鮮到中國的測風時 他們那個 相關的那個航海體裡面 也有講到的 釣魚台 也就是說 釣魚台 先給釣魚台 命名的是誰 不是日本人 而是中國人 先命名這個島 叫釣魚台 是中國人 那這也是中國人認為說 這個釣魚台應該是中國人的 因為我先給他命名 而且事實上 跟我們歷史 是不斷有發生關係的 那還有一個 非常有意思就是說 因為釣魚台 在那個 跟這個比較容易解釋 就是說 在 在 在 呃 剛剛有同學 抱歉一下 我講一下 這個我兩個人有講 就是 這個地方 有一個海溝 一般就是所謂的 黑水溝 也就是那一個海潮 所以說 釣魚台剛好在整個 大陸也有 大陸可能是周圓 周邊 然後這邊有一個海溝 所以按照那些航海 過去航海的敘述 就是說 這一邊的是 綠色的水 或是藍綠色的 可是大陸這邊 就變成 切青色的水 因為它的海點深 沒有海溝 所以 所以中國人的 主張釣魚台是中國的 對於主張之一 就是 地底上呢 這個東西呢 釣魚台應該是跟中國連在一起的 跟日本是切開的 因為這邊沒有海溝 可不是吧 所以 所以 總而言之 從地底上來看 這個應該是屬於中國的 這樣子 就有這樣的主張 好啦 諸如此類的主張很多 那 主張這也是一個海溝 那日本當然 對日本來講 這不夠是偶然是這樣子 這個 海裡上面有一個溝 不夠什麼 釣魚台就是中國的 這是有很大的一個差異 不過 總而言之 這個論很大的一個 我剛才講的海溝 就是這邊 這一個很大的一個 爭論點 那現在 到底是誰的 這個 現在大概 江山那邊 沒有人能夠留個街島 那 除非 除非就是兩個 中國跟日本 就不相干下 打起來 然後 就跟中國打起來 美國一定加上戰爭 美國這樣戰爭 就是一個 變成一個世界性的 一個 很可能導致世界毀滅的意思 戰爭 那 所以 現在不太可能打起來 然後怎麼辦 江山那邊 那江山那邊 是不是不好 也不一定不好 那個 就聽到一種說法 所以說法還蠻有意思的 也很有道理 也就是說 這些族群的爭議呢 有什麼好處 族群的爭議就是讓 釣魚台能夠保守 他的美麗的榮貌 然後 那些雲場呢 大家可以去順便鼓勵 然後他不會開發 你懂的意思嗎 也就是說 這個爭議在 所以他就不會被開發 萬一他有一天 雖然打起來了 或者說 有一天得到解決了 解決了是什麼時候 可能大家去瓜分那些 這些東西 那釣魚台的自然就會破壞了 那魚場也就破壞了 那 爭議只在一天 他就不會被動 被動到 不會被動到的話 那麼 周邊的海域的 漁場 都能繼續保有 OK 當然是這樣 也就是說 你從防保的觀點來看的話 有爭議反而是好的這樣子 就是一種 看法 而且反而意思是一種看法 我覺得 在這裡提出來 應該可以分享一下 好 總而言之 這個釣魚台是 日本民主糾紋裡面 大概是 大概是最 最敏感的一個 然後也是 世上日本在管的 OK 剛才講那其實都是 別一台國家在管 可是釣魚台是日本在管的 OK 那我這裡面有講說 釣魚台是不是日本或中國 我沒有講這種話 我只是說 它的確有存在的糾紋 然後 就不會介紹各個 那個國家的一個主張而已 好 那順便一提就是 這個釣魚台就是 日本最西邊的領域 最西邊的領域就是這邊 OK 雖然那裡是日本本島很遠的 那接下來我們講講 最南邊的那邊呢 就是這個島 有沒有聽過 最南邊的 日本最南邊的島 就是這個島 沖之鳥島 這麼遠 多遠 比台灣的那個 恆春的俄羅比台灣還遠 為什麼會這麼遠 還是他們的 你有沒有想過 這個 黑色的東西 你講 為什麼 這裡為什麼會變日本的 這裡是有什麼島 這是日本的 很多鯨魚啊 這裡 這裡 這裡是不是 這裡有一群島 這是日本的 所以這邊也變了日本 這是什麼島 各位知道嗎 小麗園群島 小麗園群島 就是這邊 就是小麗園群島 什麼聯王島在這邊 聯王島在這邊 聯王島戰役不是有嗎 不是在這邊嗎 因為它是小麗園群島 那麼小麗園群島 是東京都本 所以這個也是東京都本 所以這個也是東京都本 雖然你給我想像東京不太一樣 這個 這個地方距離東京有1700多公里 然後距離 通常好像1100多公里 你看 這個島有多大呢 我可能比試說 我覺得很好笑 這個島有多大呢 你們知道嗎 當然很大嗎 有這麼大 實際上有這樣子 但是 正在水裡面上 就只有兩個禿點 只有兩個禿點 其他都水裡面下面 那這個山路礁 你懂什麼 然後 這個是等空的 那個station 關車站 這兩個才是真正的島 這兩個 這兩個島有多大呢 兩點 兩點有多大呢 這個 據說這個好像是 15公里吧 這樣子 這個山路礁 有45公里 不過它在水裡面下面 那麼 這這麼大 看一下 哦!就這樣大 然後呢 但是它更小 因為它很小 所以好像人工 孔狂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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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加上那個 廣溝體 就是鐵製的 廣溝體 所以實際上那個島多大 在這裡面 還看不到的 懂我意思嗎 現在 因為人工 加上那個狗大 你可以知道 真的怎樣 你可以感覺到它大概多大 對不對 可是 這個島呢 真的大小不是這樣 只是人工 加上去 那導致是在這裡面 那這裡面 等一下再介紹大明哥看 就在裡面 然後呢 因為它真的很小 然後 因為很重要 所以它沒有很小心 所以上面加蓋 這個是一個鈦合金的 驅逐鈦合金 裡面有什麼金屬 對不對 蓋著 好 多大 很小 嘿!這麼大 這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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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最南方的領土 就是這間 這有多大呢 據說 好像 好像30公分左右吧 好像在 幾十年前 還有三公尺 不過因為 嘴邊上城 或者它收到青池 只要它施釀30公分 所以 日本政府很怕的路線 就趕快蓋很多東西 把它 把它 保護住 這個是 很重要 因為各位知道嗎 各位同學都知道 這是 經濟水域的問題 這邊如果是日本的 那當然 化的基礎會更大 所以這個很重要 所以他們花了300億左右 做了這個 防空體 然後這些這些東西 這很重要 那 難怪叫充值鳥島 因為大概只有鳥位 站在上面 總而言之 就是 真是滿好意思 那 我剛才講過 這個也是東京都的 所以 所以先幾年 那個東京都的姿勢 是真的還好 一附近游泳 先是主權 滿有意思的 就是這個地方 衝刺鳥島 好 就講到這邊 這個地 大家殺到這邊 站穩 好 我們就開始講日本史地方 那講日本史的 我真的也不是考古學 這樣 換你講 我會跟你講很多 考古學的東西 我只是 稍微介紹一下 一般日本的救世紀時代 一般來講 有人說 大概在數幾十萬年前就有了 可是 事實上呢 現在我們找到 離大概三四萬年前之後的東西 那可是在十幾年前 日本的確 就連教科書的記載 日本的救世紀時代 有幾十萬年前 那可是突然發生一些事情 然後 日本的歷史瞬間 就 就減掉了數十萬年 滿可憐的 發生什麼事情 可能有人聽過 我可以介紹一下 就是這一個事情 有人問他叫神之手 有沒有聽過 神之手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 神之手 你們知道 神之手 神之手為什麼很厲害 因為他很會挖 日本的高倫 六十七代的儀器 這麼多 紅色的字 都是他挖的 那有利不厲害 很厲害吧 真是超人 所以 所以外號叫神之手 那 重點是 一個人那麼厲害 一定有理解的原因 第一他真的是神 第二就是 就是一些偽造之類的 對不對 那當然他 他是一個 他不是真的神 他是一個 平凡的人類 那這個樣的人類 為什麼會挖出這麼多東西來 到底很簡單 因為他挖事情 他自己選去買的 也就是說 他先去買了 買好之後 然後再去挖 這樣子 所以各位也可以泡製 那 總而言之就是 這樣的一個事情 這是日本 日本或者整個世界上 以很大的 高倫教授抽吻 那 這個事情 我簡單講就是說 他大概從70年代 這個人 70年代就開始會造 高倫教理器 可是呢 一直到了90年代末期才被發現 也就是 接近大概30年左右 一直他們沒有被發現 當然不是沒有被發現 是有人注意到 可是因為一些原因 他們沒有被揪出來 被抓暴露的 那麼一直到了90年代的末期 那個朝日新聞 覺得越來越這個奇怪 他們派了一組 考察一直不那麼近的 就跟蹤他的那個挖掘行動 後來就派到那個 覺得自己的證據 什麼證據呢 就是他在挖之前 他也先去買那個證據 什麼意思吧 就被抓到了 然後就 這個事情就爆開了 爆開的時候 本來以為說他只有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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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衛造的 只有一兩個而已 沒想到 既然那麼多 都四年 超過大概90% 都是他衛造的 那 所以這個就 因為這個事情 所以日本的歷史 瞬間就減少了 數十萬年喔 蠻可憐的 那這個事情 其實很多自己思考 為什麼呢 因為真的就是這個壞嗎 當然也不是這樣子 它背有一個很大的 共犯結構在 什麼共犯結構 就是日本的考古學界啊 日本的社會啊 之類的 那我們講 日本的考古學界 為什麼他有共犯的共犯 各位知道 日本的考古學 當然歡迎這樣的 這樣的一種挖掘 為什麼 因為有人挖舞 就有工作做了 有工作做可以申請 研究對不對 研究然後做好研究生 那很多的利益 這其實當然只是 完全用利益想 就可以這樣想 上不止這個 事實上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對日本來講 考古學它要發展 他會想要發展 他必須要真的要 滑到東西 他能做嘛 對不對 這個修正發展 而且 最後也很重要的一點 我會想講 跟日本的政府也有關 就是 日本會希望自己的歷史優求 長久以來 就有這樣的一個願望戰 因為日本 日本希望自己有獨立的文明 跟中國不一樣的獨立的文明 所以這些考古學 真是注意支持 日本有的獨立的文明 這樣的一種想像 所以 對日本的政府來講 這樣的一個考古學的一個發現 正面關於你的事情 所以呢 也是因為這些原因 所以 還有另外一個點 還有另外一點就是 從地方的企業 地方的怎麼講 地區的經濟來講 也是非常關於的 因為 因為你一定要 挖到東西入內 那表示說 地方經濟可能已經持有得到一些 一些繁榮之類的 因為我們就可以賣原人拉麵之類的東西 原人繁榮 原人拉麵 這樣子 事實上真的是這樣子 就是在上高生 這個大家最有名就是這個 上高生那一帶 挖到的時候 那一圍陣就很多觀光客去 然後你就看到那個 我看的是 那個網路上的照片 就很多 扛棒上面寫的 原人繁榮 原人拉麵 總而言之就是一直可以 借提拔財也是有的 就是各種利益 考量 它其實都是正面的 可是呢 可是 怎麼講 可是就 也因為這樣子 各種利益的感到是正面的 所以他們過了很久才被發現 那 在重點中不是說 日本的考古主義家都是本來 或是都沒有良心 也不是 是有聲音出來 也就是他就被 被某些聲音蓋過去消掉 或者科影去面對這樣 那 也造成了到 經過了30年 這時才完全被揭露 那這個是一個 很大的有歷史的一個 一個錯誤 這個人後來也 也身扮名列 很可憐 然後他 後來像給他太太離婚了 後來好像也進入慎成病院 好像又出來了 好像年輕埋名之類的 總而言之 之後遭遇也是很可憐 他其實是 整個我可以講說 他雖然有不對的地方 可是他背後當然 有那種鬼迷心俏 也就是 我一開始 很重一點 他是躍影者 他不是這個專門的高學 那這個躍影者 有一天開始 他就偽造 偽造發現 我偽造 為什麼沒有人發現 那種投機的心態就出來了 出來之後就 一把婚禮 對不對 所以那背後有一個共犯結構 所以有一本書 就是在告發這個事情 這裡有一本書 沒有人 這種書叫 一個日本人寫的 他就是叫 奧野正男人寫的書名 叫做 就是說 諸神安葬的書 諸神指的是誰 當然諸神指的 不是等於集合 而是等於集合 是等於集合 背後的那些 支撐了他的考古學的教授們 這樣子 好 這個是一個 很可悲的一個事情 但是也是 怎麼講 很知道思考的事情 不只是我會講 其實在英國 在別的地方 也會發生 會照考古學的事情 只不過這個規模是很大 很規模很大的 好 那 這是 咦 那我們這堂課講這個 明明這邊可以講 這個 故事 因為這個關係 使得日本的旧時期時代 只能從三四萬年開始講起 好啦 那三四萬年前的那個 歷史呢 之前我們講一下這個好了 我就準備這個 就是日本文明的部分 就是說 剛才我提到 日本會希望日本是一個獨立的文明 可是日本是不是一個獨立的文明呢 這也有很多論證 看你從什麼觀點去看 我這裡介紹幾個觀點 第一個觀點就是 一個有非常有名的一個 以前的歐洲的哲學家 叫卡拉雷斯特講的 軸心時代 各位有聽過 軸心時代就是說 這個孔子啊 斯加摩尼啊 普拉圖士格拉底 他們生活那個時代就是軸心時代 也就是說 在歐洲、印度、中國這個 國民區呢 就當很 很臭小的就在 紀元五、六百年前呢 這個韋人就出現了 那這個韋人出現 他們的哲學呢 很嚴重了 後來兩千多年的歷史發展 各位知道嗎 現在的中國人 或者是 韓國人 日本人都還在看淪雨嘛 對不對 然後有人說 歐洲哲學就是對 柏拉圖哲學的一個助角 也就是說 他們的影響非常大 那些有這些產生軸心文化的地方 他就是軸心文明區 軸心時代的 產生地理就是軸心文明區 那日本不是嘛 日本他不是軸心文明區的 那他這個觀點 日本就不是一個獨立的文明 那有意思的是 你去看出呢 中國人就是 因為中國是軸心文明 所以中國人就很喜歡講 這個卡爾雷斯特這套東西 日本人就不太喜歡講這個東西 這個滿有意思的 那 當然也不是說 日本人就不講 但是大致的形象 你可以感覺到是這樣子 那麼 其他的就是所謂 周遍中心文明 這是個 通文筆講法 就是歷史學校的當文筆 他說 中國是中心文明 日本是周遍文明 那另外一個 叫獨立文明 就是把日本視為一個 獨立文明的我說法 這個是一個國際學校 叫Sameel Hunting 那講的 這個我想很多人 聽過他的年紀 也許 連政治系的 都大家知道 他就把世界 畫成八塊文筆區 這個是 對方是這樣的 中國跟日本就不一樣的顏色 韓國很可憐 韓國被中國畫成那樣的顏色 台灣畫得很紅色 日本就畫不一樣的顏色 那那個澳洲 澳洲、美國 畫成那樣的顏色 對不對 可以看到 這個 他這樣畫的 背後那樣的道理 這個我們就不講 重點是他把日本視為一個獨立的文明 OK 那 那 日本是不是足以稱為一個獨立的文明呢 這要看你總統的觀點 看喔 另外一個比較 比較 比較中間 比較 你看一下喔 一種 一種 社會學的看法 OK 他叫 Essence Cloud 一個社會學家 他講的這個 日本是一個非獨立文明 就用綜合文明 日本是獨立文明 是非獨立文明 但是非獨立文明 他講他要到 日本是獨立文明 這看你怎麼可能去看 因為 我們拿英國做普教 你看一下喔 英國跟日本接商 非常難得比 事實上 近代日本一直把英國當作 視為一個典範 為什麼 因為他們 相對於位置 對於大陸 他們不是偏 大陸還是個大 他們發展位置是相向的 但是有一些 差異 這差異是很關鍵的 英國跟法國之間的海 價格 多少 各位知道嗎 幾公里 距離 你知道嗎 應該 你有客人去查 應該不太會記得 我已經是 有特地查過 這個我可能講一下 這個 據說是隔了差不多 四公里左右 可是 日本最近的大陸 靠最近大陸 整個亞洲大陸 最近的地方是 韓國 不是中國 所以我就更遠 日本跟韓國之間呢 最近的地方 據說是兩百一十幾公里 也就是說 這個距離呢 是這個距離的 大概六七倍左右 那這樣的距離有什麼意義 在以前的航海時代 沒有那麼發達 這個距離當然有很大的意義在 這時 英國跟歐洲的 大陸的交流 被比了 日本跟歐洲 整個亞洲大陸的交流 更頻繁 事實上 你知道英國的歷史 他不斷受到歐洲力量的一個入侵 那個凱撒 曾經攻進英國 後來的熱慢的 後來的法國人 都曾經 這個 你想 就是 這個進入了英國 然後 這個 對英國文化很大的影響 可是你看看日本的話 日本的話 日本的 跟中國是沒關係 它並沒有那麼密切 OK 也就是說 曾經有這個援朝 曾經有派軍要打入 後來也沒成功 對不對 那 所以呢 英國的跟日本的情況 就距離來講 或者根據歷史來講 它還有很大的差異 因為英國不但受到大陸文化 或者政治力量的一個入侵 可是 日本並沒有 所以 雖然日本有吸收來自於中國的文化 但是它那個 文化呢 用個比例來講 這個英國好像跟法國的影響 好像直接倒水一樣 對不對 可是日本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 有點像 還會加個綠子一樣 你同意是吧 低的很慢 慢慢低的 所以 就是日本有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 可是它的影響 是慢慢 慢慢形成的 然後慢慢擴散 然後慢慢質變 那英國的話 就比較沒有那麼的 相比 比較慢 也沒有那麼受那麼多的影響 所以 日本你要把它視為一個 獨立文化去想 也是OK的 是可以成立 就看你從小的去看 當然 這也不能口定 要說日本 它受到 中國的一些 漢字文化的獨家 國家文化的影響 這個層面當然是存在的 好 這是 我們要講的一點 就是希望各位 能夠了解 不要很容易 就把它視為一個 多國的 很像一個地區 那其實當然有差異 地理位置相對來講 是更獨立的 所以 如果你一定要比喻說 日本 跟歐洲的情況 會比喻 它比較像哪個國家呢 我的弟姐 我不知道對不對 它有點像 土耳其跟歐洲的關係 就是說 它那個距離的 已經不是 不是法國跟英國的關係 而是土耳其跟歐洲的關係 就是日本跟中國 或日本跟韓國的關係 就是 比較像土耳其跟歐洲的關係 這當然 我不知道這樣對不對 但我想講就是說 它其實沒有 它的那個獨立性其實 就是 相對中國來講 它有它自己獨立的一道社會制度 還有一些文化的發展 這個 我希望各位能夠記起來 好 那我們 這個 介紹到這邊 我往下講 好 講到這邊就是 我們來講一下 就是 剛剛講過 日本的舊之一時代 大概因為剛好那個事件 所以它大概只有三四十萬年前 那三四萬年前呢 怎麼開始了 按照一些考古學的理論 這個為外行 或就是 有名的那種 Out of America 那個理論來講 就是十萬年前 人類開始 往地球次數擴散 也就是說 現在的人類 跟所謂的中國人 跟北京人 北京人是沒有關係的 北京人是之前擴散 後來 現在的中國人 其實是十萬年前 從北州這邊擴散出來 一群人的人 我不知道這個對不對 總而言之 有這樣一道理論 那這道理論來講的話 就是說 十萬年前從這邊開始出來 然後有一群人 就來到 魯蘭人就來到這個地方 叫做 遜大道路 這其實就是 整個中間大了 包括那個印尼那一大 因為那時候 海面 這個 還沒上升 所以那邊是陸地 尤漢城在線索 這個地方它其實是陸地 那這邊都是陸地 不知道哪個情況 因為 這個情況呢 就有一群人 他開始在這邊 適應這邊的生活 那後來又有一群人 一群人往上走 往西伯利亞這邊走 西伯利亞這邊走 那 有一種說法就是說 留在這邊的就是 舊蒙古人走 往這邊走的 新蒙古人走 那 新蒙古人走 跟舊蒙古人走的差異是什麼 就是 就是那個 單元體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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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這邊走 要適應那個韓人的生活 因為學很重 所以上海學會變單元體 總而言之就是 西伯利亞種單元體 比較多 所以韓國人單元體 特別多 好像跟這個有關係啦 我也不太懂 總而言之呢 就有一種往這邊走 那 之後呢 就有三種陸續 鐵造作的 一個是從這邊 他們要抓那個長毛巷 就會從這邊 那是陸地 因為那時候庫葉島跟日本 還連在一起 OK 那從這邊可以進來日本 那麼 有一個方向是 直接從這邊做長毛巷 有一個方向是從韓國 韓國這邊 那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連在一起 反正事實上比較 從這邊也可以過去 好 大概就有三個東西 你可以到日本 那這些 在幾萬年級到日本 這些人 就構成了所謂的 最原始的一個日本 這當然跟現在日本 有很大的一個差異 OK 好 那按照我們看到的 此時代的一個化學的 可以看到一些化學 啊 不是化學 化石很古的地方 就是這幾個點 不過最完整的 是在這個地方 叫港川 港川樂的一個地方 這是在沖繩 就是說是這樣 一萬多年前的 那為什麼日本本土沒有在沖繩 據說一種說法 是因為日本本土 因為土壤比較酸 所以它好像 那個化石不容易找不到 所以在日本找不到什麼 完整的化石 本來在沖繩 有沒有找到一些 就這個 叫港川的 還沒不高 好 好 好啦 舊時期世代就找到這邊 然後之後 舊時期世代結束之後 記錄新磁系時代 新磁系是一般從 一萬兩千人講起 就是所謂的神文時代 為什麼叫神文時代呢 是因為有一個 阿東阿爾 叫做 MOS 這個 這個 很重要 因為據說好像把 進化錄接到日本 就是這一個人 那這個人呢 他就在 他就發現了一種土氣 這種土氣是長這樣子 這個應該很多人看過 就是這樣這樣 這是好像神職纏繞過的嘛 所以它可能匿名為這個 什麼 Code Market Poucher有沒有 那這個翻譯怎麼日文 就叫神文這樣子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這個時代就叫神文時代 大概就是這樣子 來的 好 那 神那個東西怎麼在哪裡發現呢 就是在這裡 就是大聲貝總 這個貝總 不知道 據說他怎麼發現呢 我要看那個書的描述 也蠻神奇的 就是 大家當初 這個在哪裡 就在品川 各位知道嗎 東京23區有一個品川 品川區有沒有 品川區裡面就有一個公園 裡面就在裡面 那 他怎麼發現這個東西 就是 當時 當初呢 日本 明治時代的日本第一段鐵路 就是 恆斌跟東京之間 那有一天呢 就從恆斌 坐火車要回東京 的圖裝呢 就遠遠望去 欸那裡還是有貝總 然後就去挖 就挖到了 很厲害 總而言之就是這樣 這個是貝總 那 就這樣挖到了嘛 當然事實上 是不是他發現的也不是 當地的日本人當然也知道了那個東西 也是他們 沒有用近代科學的眼光去看那個東西 所以 所以 因此 也沒有被發現 可是 因為這個 這個 這個 Elon Musk 他就用西洋近代科學的眼光去看那個東西 然後 然後 然後給他命名這樣 OK 那知道 大概是這樣的情況是 這個 那個時代成為神文時代 好 所以我們在用很長 所以呢 很多學者他把他分得很細 我不會考各位這麼細的東西 各位放一點好了 我完全不會 我自己搞不懂 這時候跟各位介紹一下 他被分得很細 一萬年前 一萬兩千年前開始 就會分好幾細 這樣子 每一個期 每一個期 每一個點 各位不用記這個 這個 滿無聊的 對 我還是 知道一下 就好 分得很細 好 最有名的就是這個 叫做三內丸善這個 是最有名的 為什麼他最有名 因為 因為他 保留最完整 就在這個地方 那介紹 我們再介紹這個帥哥 再外出 你們知道這個帥哥是誰 他也是親身獻出生的 所以我就拿個再講一下 這個 這個 所以 嗯 你們知道是誰 親身獻出生的 唐嬌阿 他們家就是親身獻的唐嬌阿 大地主 你們知道是誰 就是 林子這件 就是太宰姿了 你知道太宰姿吧 太宰姿很有名 就是帳號是日本中華人文學家 然後最近 因為說什麼 一百年名單 一百年名單 所以出了好幾個電影 就是這兩片 介紹一下 就是這兩片 有興趣的話可以找來看 這兩片電影 這片比較好看 維穎之七 這個拍得比較好 你去找也比較漂亮 東螺子 這個片拍得 很有意思 我看了兩片 我覺得這片拍得不錯 你可以 感受到 他可能故事的固執蠻細膩的 而且 你可以感受到 太宰姿那種 我很爛 可是你們都喜歡我 然後 然後 我很對不起你們這樣 那種 那種罪惡感有點 太出來 而且那個 女主角間的那種 爭奪那種 太宰姿的愛的那種 那種方式 滿有意思的 總之 這個片我覺得值得看 然後這片就不太對見 那種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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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電影拍得滿失敗的 然後 因為它只讓你感覺到 就是 很爛 可是 我很帥 所以你們都喜歡我 那種感覺 就是 滿膚淺的感覺 然後 我在看這個的時候 一直想要外轉 總而言之 就是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我是 推薦各位去看 這個 這部片 再講一次 再講一次 這女主角真的很可愛 最近拍了一遍那個 那個叫什麼 告白 總而言之 這個 這個不錯啦 那我們講一次 太宰姿 太宰姿她老家 她就是在血氧 血氧館 就是在行政見 那 她有很多的作品 這個作品有內容怎麼講 她為什麼有名 因為她有名 因為是 大家都知道她很喜歡自殺 自殺很多次 然後 然後 都是變成死 然後沒死 這樣子 其實一直變成有名 可是她為什麼有名 其實不是因為這樣子 我不知道她很 很墮落 我知道她很爛 她很墮落 可是她為什麼墮落 她變得有名呢 她 一般來講 比如說她是無賴派 其實她自己講 她說我是無賴大夫 那無賴是什麼意思呢 無賴 其實我們中文講 無賴就是有點不好了 對不對 愛說謊 對不對 地比流氓之類的 那日舞裡面當然也有 那種地比流氓 愛說謊的意思 不過呢 日舞裡面的那種無賴 好像那種放蕩的意思 就是很多女孩子喜歡 然後 愛祖國 可是很多女孩子喜歡 然後這樣 然後那種放蕩子 放蕩子 但重要一點就是 無賴裡面有一種 抵抗的意思 也就是說 如果我無賴 因為我要抵抗的日舞 那種感覺在 這個很難講得清楚 可是在中國不太好 這樣一個 一個 一個 那麼 講來很簡單一點講 太太智的作品 為什麼在 近代日本的 母學中堂會 受到重視 不是因為它 只是一種 所謂的墮落美群 因為我們很容易 從中角度去看這個事情 就是例如說 我們看台灣的 前陣子 兩三年前 那那個 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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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擺了一堆太太智的東西 那其中一本照片就是這樣寫 我是隨便抓一個 就是 什麼我對 腿被抖的藝術學 這樣子 破滅的美學 總之就是把他描述的 你覺得好像 非常 用一種 怎麼講 很墮落所以很難的 很難哭那種角度去看 我不知道怎麼講 可是事實上 他的這個文學 這個重要好處 重點是在 因為每時間我只能講一下 也就是他有在抵抗一個東西 他抵抗什麼呢 他的抵抗的方式當然 跟中國人那種抵抗不太一樣 可是他又在抗議 就是剛死了日本社會那種 一種 一種 戰鬥戰死的社會 或者是戰歐社會 一種不兩化的傾向 那種東西就是 一般來講理說 就是一種 嘴嘴現實 就是熊滿耐 什麼東西 大家都這樣 像我就跟這樣子 一種 一種 這樣的一種態度 那 他的抵抗雖然 是用一種 墮落的一種方式 那可是呢 他事實上 有一種抗議的精神 所以 有人就會拿他 跟那個魯迅比 雖然魯迅跟他很不一樣 他也很喜歡魯迅 魯迅 我覺得日本很難出現 魯迅這樣 你各位看到魯迅的文學 就知道 那個東西非常的剛烈 那個日本的 日本的文學的態度 就是比較軟 中國的抗議文學 是很剛烈 很強硬的 日本就不會這樣子 可是 派德制跟 魯迅的文學 有一種共同的東西 那就是他們有一種 抗議精神 有一種 在抵抗一種主流的 一種文化價值的 這種東西 所以 也因為這樣 所以他 會被一些後代的 一些 文學的文學家 就是推崇 或者啟慢 當然其他有很多理由 有些因為他 因為他 他就是這樣很帥 很喜歡知識 好不喜歡他也有啊 不是沒有的 我是說 在文學的市場 他被評價 由他們去評價 那 這幾部作品裡面 最有名的大概就是 《斜陽》 《人間四格》 《斜陽》裡面講的 就是一個 莫諾貴族的故事 那其實是講他們家 因為太太知道 是地主 那個地主呢 他是貴族 是產標 這種是一種產標 可是 所以 從那個 《三角遊記錄》的角度來看 太太是完全是一個 產標 那不是個貴族 可是 《三角遊記錄》是不一樣 當然覺得阿嬤真的是貴族 也就是說 所以 有意思就是 你看那個《三角遊記錄》 對太太是批靡 有時候很辣 很獨辣 那就是說 你仔細看《斜陽》裡面 寫的那個 日文 《斜陽》 用錯了一堆 你懂為什麼 因為 從《三角遊記錄》的角度去看 他只能體驗過 所謂貴族生活 就是社會的人 他去看的看那些東西 他覺得他有很多地方 是表達錯誤的 好 另外 就是書篇議題 總而言之 這個 現在日本文學的地方 我們上課過程中 如果想到什麼 我就順便 介紹各位有興趣話 你們可以找來看一下 好 那各位看一下 這個就是成文的 就是說 成文時代呢 他們大概長怎麼樣 就是大海長這樣子 一般生活是在 所以這不太太絲嗎 我們跳回來 跳回來這邊 這個 長這樣子 特色是他們雙眼皮 他們是雙眼皮 輪胞比較深 皮膚比較幼黑 跟現在所謂我們對於琉球人的印象比較接近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以後我們再講 他們出在什麼地方 出在這個地方 這種 這種 樹穴式豬群 就長這樣子 然後吃什麼就是這樣東西 這個重點就是 注意看他們就是一種比較材質 機器的生活就是 會去 會去捕魚啦 秋天會撿堅果 冬天會打獵 然後會 有一點重要一點就是 日本雖然他們會打這個 動物然後吃這個動物的肉 可是基本上他們不太食肉 也就是說 以前在近代以前日本其實不太吃豬肉 可是他們有時候會去打野豬 當然你看你住在哪地方 就打野豬肉來吃 那這是 那這個跟這個也有很大的 也有一個相關的事情 就是 日本也有生肖 他們叫野豬 野豬就是 甘枝 這個甘枝呢 十二生肖裡面 日本的那個 第十二個豬 各位懂台灣這個 講的豬是什麼 家豬對不對 可是在日本那個 十二生肖裡面那個豬呢 那個指的就是野豬 不是家豬 為什麼會這樣子 還是因為受到它的文化的影響 也就是它受到中國的這個 所我們講的 碎石器這些文化的 甘枝這些 天然地質文化的影響 可是事實上到了日本之後 又有它的一個改變 因為日本不吃豬肉 所以他們長到豬的時候想到的就是野豬 就是這樣的 滿有意思的 好 然後 這是 所以這一個重點 各位看一下 他們沒有經過農耕的生活 沒有過農耕的生活 可是他們有鐵 有那個 已經有那個 那個土氣 就整個世界史來講 這蠻特別的 因為一般是不是 按照歐洲的歷史發展來講 他們農耕的時候才有土氣 可是他們日本 他都沒有農耕之前 進入農耕時代 他已經有土氣 是用土氣的 好 然後有土偶 這蠻可愛的 這個土偶很可愛對不對 這是神武之代的土偶 這個 這個土偶長來可愛對不對 這個 可以看到這個土偶 是什麼 他在摸這邊 可以感覺到它是什麼 他是一個孕婦 這個孕婦 他不是外星人 他是孕婦 那 這個更可愛 這個可以看到這個土性 這土性呢 可以看到 各位可以感受到 他在做什麼事情吧 兩個頭 為什麼會這樣子 變形 變種人嗎 也不是 為什麼 很簡單 他在進行一種行為 就是 就是分娩 看到 這是兩個頭 所以 從這邊 有人說 所以從這邊 那些土氣來看 可以發現 這個 遠古的日本人 有一種 對於懷孕有女生 一種 怎麼講 一種崇拜的心理 所以 一般來講 會認為說 古代的日本 是比較 遠古的日本是比較 母性的一個社會 那 這是有名的土氣 這個也是很有名 這個就叫 真方性土偶 這個呢 就 有意思是他帶著那個 好像 好像外星人的那種 讓我們講 宇宙組 這些 有沒有感覺 也就是說 因為我明明是 我直接講 有人說呢 這個是外星人 也就是說 這個是什麼 你不知道 但又有解釋說 這個是外星人 那那種解釋就是 日本 古代日本有一個外星人文明 對不對 那這種 其實這種東西很多 埃及 埃及其實他也有 就是外星人造的 而日本也有 有此一說 他的證據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像外星人的東西 ok 這就是這方 記住了 好啦 這是我們看到的東西 那 生文實在 稍微 總結一下 就是生文實在 歷史很長 歷史從 這個有點 對 就是一千兩百年前 一直到 紀元前的三四百年前 這個什麼時候解釋 都有爭議喔 這我們就不講 那他們特色就是 他們輪廓比較深 雙眼比較 然後身高不高 然後壽命其實 滿少 一句說為什麼壽命低 好像就是因為 吃很多堅果類的東西 那因此壽命比較低 所以 像我眾人 到那邊已經超級髒了 好了 好 那重點齁 最後一點重點 記起來一下 剛剛有講過 人類史的角度來講 生文時代呢 他們使用土星 可是他們過的是一種 比較採集 魚類的一個經濟 跟 就整個世界史的角度來講 滿特別的 好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從米生時代開始講起 米生時代基本上它是一個 為什麼它會突然又生文時代出現另外一個時代 是什麼劃分的 基本上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從朝鮮辦長那邊來了一群人 這群人他基本上他們帶來了所謂的文明 這文明是什麼 主要就是一個水道的技術還有那個金屬器 這些東西帶來日本 然後使日本進入另外一個文明的階段這樣子 但是這個是什麼時候開始呢? 這當然尚尾有講過 不是那麼的怎麼講 可以一勞兩段說這是哪一年 不是這樣 基本上是有過渡時期 大概就是七年前 幾百年前 日本從這個生文過渡到所以米生時代 那米生這個是什麼來的? 它基本上是跟生文不一樣 它基本上是一個地名 在東京 現在東京大學那一帶 有一個町叫做米生町 就是這個米生 米生町 那日文叫亞尤尾嗎?亞尤尾 亞尤尾 亞尤尾這個叫米生 因為在那個米生町 就是那個現在東大農學部那邊 就挖掘到了一種土氣 就是這種土氣 這種土氣跟那個生文土氣不太一樣 是比較 你可以看到它表面比較光滑 比較細緻的 而且這是米生土氣 那麼以這個為標示 日本就進入另外一個時代這樣子 總而言之就是米生時代 它進入另外一個時代 這個時代最重要就是有稻 就是水稻的技術和鐵器之類的東西 那我們看到它的遺跡 基本上是吩附在西日本一帶的 為什麼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 因為韓國人他只知道 韓國其實在那邊 韓國其實在這邊 在這邊 所以韓國人過來從這邊 也不是韓國人的 是朝鮮半島的有一群人過來 他們主要從這邊過來 他們從這邊開始的 那麼另外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為這邊 這邊其實森林比較多 比較適合過那種採集、狩獵、經濟的生活 這邊反而平衍比較多一點 所以比較適合農耕 所以基本上米生時代的遺跡 大概或者他們脊落 大概是分佈在西日本一帶 就西日本一帶這邊 好 那我們往下看 米生的據說長這樣子 它的特徵是什麼呢? 就是單引體 因為他們是從朝鮮那邊過來的 然後我上個禮拜有講過 就蒙古人種跟新蒙古人種來講 新蒙古人種的特色就是單引體 當然所謂蒙古人種這種其實是 這種學說已經漏武了 因為你很難去把人 就這麼單純的分類這樣子分類 不過就那種學說來講的話 所謂新蒙古人種大概是比較特徵就是單引體 那他們的連輪廓也比較怎麼講沒有那麼深 那一般來講 這樣的人應該比較接近各位印象中的日本人嘛 對不對? 但是一般的說法是現在日本人大概就是 你越往東京那進入這一代呢 米生人的基因越強 你越往北海道沖繩一帶 那個沖繩人的基因越強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個圖 就是大概東京的米生基大概7、80%左右 7、80%左右 可是你往北海道那邊去的話 那個米生人的基因就剩下2、30%這樣子 好 就是這樣 那麼我們往下看 這個剛剛講過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帶來水稻技術 這個水稻怎麼傳到日本呢? 這個就是大概是米生時代研究最重要的一個核心的問題 那一般的說法是說有三條路線 一條就是從韓國這邊過去的 但就算韓國過去它也是從長江下游這邊過去的 一種說法是直接從長江下游這邊有一群人過去日本 一種說法是從南邊這邊寧展這邊 隨著臺灣、琉球這樣子的跳樓傳到日本的 有三種說法 那麼比較主流的是講這兩種 這個比較非主流的說法 這兩種比較主流的說法 那麼不管怎麼樣有一點很重要就是 日本的米生時代的文明跟長江無明 它一定有一個很深的淵源在 只是說這個淵源你到底要怎麼去想? 它是一群人這樣曾經過去還是說 它是移到到這邊才過來呢? 不是很清楚有很多的正論在 但是有一點很重要就是長江無明跟日本的古代文明的關係 是很多東西可以講的 第一個就是他們同樣是一個水稻的文明 有一種說法就是說長江無明這裡有一群人 幾千年前有一群人 那後來他們就開始有一部分就往上遷移 遷移到內陸那邊去上游 有一部分就往海上移動 就成為日本人的祖先之一這樣 那按照這種說法不是無敵方式的 事實上因為按照一些研究 所以我發現日本人 日本人的一些習慣 日本人的話習慣例如說他們吃那個味噌有沒有 還有那個喝茶之類的 跟雲南少數民族蠻像的 所以現在蠻多考古學者他們去雲南去調查 少數民族的習慣 發現他們的習慣跟日本很多蠻像的 OK 有一種可能就是他們可能擁有共同的祖先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跟這個有點關係的 一種很有名的文化論叫做造業樹林 文化論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所以造業樹林文化論是一種 按照地理學來講就是說 這有個圖 它這個圖叫 就是這個 這裡最所謂什麼東亞半月湖 這個其實就是以昆明 雲南的昆明為中心 它可以畫出一個半月湖來 這一帶都是造業樹林 一直到這個尼泊爾那邊去 然後這一帶然後到中國的華南、長江下有 包括臺灣在內還有日本的西日本 這一帶呢?OK 這一帶 這樣子就是所謂的造業樹林文化區 它的共同特色就是它都是造業樹林的一個地方 所以他們共有一些相似的文化特徵 例如說什麼就是剛剛講過的 這個就是剛剛有講過的 就是會有這個食味噌、納豆或者是在給稻米、草 不是草、草之類的東西 還有一個比較文化就是赤青 赤青今天有時間我們在講 還有這個男女群跟對上的一些習慣之類的 那麼就有這個所謂的造業樹林文化論 認為那一帶地區文化有一些類似的 就跟這個造業樹林是有 這個地理環境是相關的 有此一說啦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那麼按照這個說法 日本它就跟著大概三種 一種是正業樹林等到非常北邊的 另外一種是這個落葉、廣葉樹林的 然後西日本一帶主要是這個造業樹林這樣子 所以造業樹林就是什麼 張樹還有什麼山茶花那種的 就是造業樹林的 好 參考一下 這個其實當然這每一種學術 它背後有一定的道理 可是它又不能夠完全去解釋 就是按照這個學術可以單純解釋日本文化的現象 當然不可能是這樣子 如果有此一說 各位大概知道就好了 好 總而言之就是長江下游 中國文明當然它的行程也是一種長期的符合 包括黃河、長江或者是什麼三星堆 然後這邊東北要有很多什麼紅河 就是很多文化區漸漸融合而成的 不過跟日本最密切的 關係最密切的大概就是長江下游一帶的文明 另外一種說法就是我剛剛講過 就是從南方過去的 這條也蠻有意思的 這個人主要提出的一個人就是非常有名的 叫做柳田國蘭的人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他的名字 他講的就是 寫了一本書叫《海上之道》 這《海上之道》的意思就是說 他這個講的就是稻米 怎麼傳到了日本的一個過程 柳田國蘭是什麼人呢? 他就是非常簡單講 他就是現代日本的民俗學之父 非常偉大的一個學者 但是當然他也有很多的問題 這等一下再講 那麼這個故事 這個書的內容大概講什麼呢? 就是說從他很小的時候講起 他年輕的時候曾經在那個島 就某個海邊上步 上步上步就看到一個椰子飄過來 他就撿起椰子 他就領悟到 原來我們日本人是從南方過來的這樣子 懂我意思嗎? 就有這樣的領悟 當然後來他沒有寫 那時候他還沒有寫書 後來這個變成當然一個idea 他就寫了一本書叫《海上之道》 這個裡面講的就是說 日本的文化基本是從南方傳過來的 所以日本文化南來論的一個非常主流的論述 怎麼講呢?就是說 以前在南中國一帶有一群人他們要從這個 有一群人呢 那從這邊有一群人他們要找那個寶貝 寶貝是什麼呢? 不是貝鼻 是那個很寶的貝 就是可以當作寶的貝 什麼意思呢? 就是可以當作錢幣的那個貝殼之類有沒有 古代的那個貝殼也當錢幣 那有一群人他就要找那個寶貝 然後就沿著這個海岸開始走 然後就來到臺灣 然後甚至往琉球開始移動到琉球 然後在琉球到日本這樣子 那麼這跟稻米有什麼關係? 因為那一群人總是要吃飯吧 那他們移動的時候就帶著稻米的種子 然後就這樣子移動 所以按照他的說法 稻米是傳到日本 是因為有這群人在移動 所以就傳到日本這樣子 蠻有意思 那這種說法當然是跟剛剛講的長江文明 其實也有關係的 他其實就是這一代的文化傳到日本的一個過程 只不過他的路線是這樣子 但是一般來講這個路線是現在是比較沒有 比較不被採集一種說法 但是他的說法很重要 因為海上之路這種說法 基本上是一種日本文化難來論 他基本上在日 而且他是一個殖民地的官僚 阿蘭或殖民地的官僚 所以他的說法呢 被認為是合理化日本所謂大東亞共同權裡面 向南擴張了一種學術的根據 懂我意思嗎? 所以有人說他這叫南島一致形態 南島 就是他講的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按照他的說法日本的文化是從南而來的 日本的原鄉就是南部 所以各位都知道所謂大東亞共同權 他是往南發展的 當然他有往中國那邊發展 可是後來是往南這邊發展的 所以他這個理論基本上被批評是合理化 南進論的一種學術 那這是被批評一點 所以從這個觀點有人認為這是一種 他的這個學術叫南島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 那這個人當然他還有很多被批評的地方 另外一個常被批評就是說 他研究了所謂的日本民俗學都是比較 所謂常民就是一般正常的 那邊遠的 在生活在邊遠的日本人民的民俗學 他就沒有去顧慮到或者是刻意地忽視掉 例如說我們剛才講過部落民這個有沒有 他就不太注意這個問題 還有說那個日本的什麼性愛、同性戀 這個他就不在處理這種比較負面的一種民族現象 反而他處理的是比較一般常民的 一般日本人的一種民族文化現象 OK 他那東西有翻成中文的 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找來看 很有意思 但是也有又剛才講過了 也有從一些問題存在來 好 那我們就講到這邊 總而言之這是有關稻米傳來日本的幾條路線 然後跟相關一些說法 那麼這個其實日本文化南來論 當然有很多種有意思的地方 因為各位知道黑潮嗎? 有一種說法叫黑潮文化圈嗎? 黑潮文化圈基本上黑潮也是這樣過來的 從台灣就南不過去了 可是黑潮文化圈你倒過來看 其實就是日本向南發展的一個過程 懂我意思嗎? 黑潮是這樣過來的 可是大日本東海共同學它怎麼擴張呢? 它就是這樣擴張下去的 懂我意思嗎? 那這蠻有意思的 好 這個就不講了 我們講到這邊 我們再往下看 那麼在日本最早的 現在看得到的最早的 他們有這個稻米技術的一個遺跡就是這個地方 大概7、500年前左右的 這當然我們也看不出來 好像一池槌而已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據說是灌溉的一個設施 好像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東西 好 他們住在哪裡呢? 住的地方也是跟神文時代蠻像的 也是一種數據式的 只是說好像比較高級一點對不對? 比較 怎麼講呢? 比較堅固一點的感覺 那可是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另外一種住居出現的 就是這個高床式的 這個很明顯的就是跟他們農耕生活有關係嗎? 這個基本上是做什麼用的? 你看它是要這個地方隔開來嗎? 它基本上是做倉庫用的 就是他們要收 就是這個農作收藏的東西的一個倉庫 這是高床式住居 在米聖時代就開始發達起來了 這是跟神文時代不太一樣的一個地方 那麼這個也是我們可以看到 它跟長江文明有點關係的一個證據 因為我們在和睦渡這些長江住民的 長江文明的遺跡裡面 也可以看到類似的這種高床式的住居 那麼為什麼他們都有這種住居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們都過著這個栽培 這個種植稻米的一種生活 好 那再往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他們住在哪個地方嗎? 住的地方是跟之前不一樣 就是他們開始會聚集住在一起 住在一個村子裡面 然後旁邊會有這個蠔溝 有沒有看到 這個蠔溝呢 他們基本上就是很多戶住在這邊 然後外面有畫了蠔溝這樣子 這個是跟過去神文時代不太一樣 神文時代它就是大概是沒有這個蠔溝 那就是大家就住在這樣 有點住在一起但是零零散散的這樣 可是他們就是會完全住在一個蠔溝裡面 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是因為開始農耕嘛 那開始種稻 然後開始需要搶水、搶好的地 搶好的地的時候就會開始有征戰 因為大家只要搶資源嘛 所以就開始戰爭 戰爭的關係 所以他就保護自己 所以就挖壕溝 那開始大居住在一起 所以神文時代跟米聖時代 一個很大的差別 是米聖時代它是一個戰爭很多的時代 因為它不斷地要 所以開始定軍 定軍下來可是又要保護自己的家園 又會戰爭 那戰爭它就有一些防疫的措施在 這是我想一個很大的不同的一點 那另外看另外一張圖 這個是壕溝內部據說是這樣子的 那看另外一張圖看得更明顯 這個是大概是最大的一個米聖時代遺跡 你看它周邊也是一樣 就是挖壕溝 都是有這個壕溝圍繞著 這個地方就是日本最有名的米聖時代的遺跡 叫吉野里遺跡 這個現在變成一個歷史公園了 這個就是一個歷史公園 可以看一下 各位有興趣可以去看一看 在去日本的時候 看就在左河線那邊 好 那這吉野里遺跡大概是 就是現在變成歷史公園是大概這樣 那接下來看一下他們吃的東西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差別 就是開始吃稻米 這個大概是什麼野豬肉之類的吧 然後也就是說 雖然我們說他們開始農耕 可是也不是說他們就完全放棄 這個採食經濟的一些生活 不是 應該是農耕跟採食大概是並進的 只不過他們開始真的開始吃稻米 開始種植水稻 那這個東西蛋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就是魚嘛 這個可能是野豬肉吧 這個是什麼 辣湯之類的是不是 我也搞不太懂 這個是堅果 這個我就完全不懂了 這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好像蛋 又好像不是 不夠橢圓對不對 饅頭不太可能吧 是饅頭嗎? 這個我就完全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好 那接下來我們從這個 接下來還是還沒講完 就是剛才講過 他們有一個特色就是水稻 另外一個就是開始有這個金屬氣流化 所以在西元三、四、四季左右 就發現他們最早的一個鐵器 這塊鐵 據說是個斧頭 鐵斧 那另外還有相關的就是一些農具之類的 那麼日本有一個很特殊的一點 當然我講特殊都是跟歐洲的歷史比較 就是他們的鐵器跟銅器 大概幾乎同時傳到日本來的 一般來講我們看人類文明發展的時候 是說先有新銅器然後再有鐵器對不對 可是他們是銅器跟鐵器 大概同時傳到日本來 因為鐵器大概是在中國 大概在戰國的時候開始興盛 那戰國的時候 這些東西後來傳到朝鮮半島 然後再傳到日本 那同時這個銅器也傳到了日本 那麼最接待我現在的銅器就是這個吧 叫銅澤的東西 那基本上是什麼東西呢? 基本上就是那個 各位看到那個中國大陸那個有沒有 看就是什麼鞭宗有沒有 大型的古代那個鞭宗音樂的器具 那鞭宗呢大型化變成銅澤 也就是說它一開始應該是一個 是一個音樂的器名、樂器之類的東西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到日本之後呢 這個東西變得很大 據說一覽公尺大 就是很大 高一覽公尺變得很大 然後變成它不是在一個演奏的東西 而是變成可能一種濟室的鯉器之類的東西 不是很清楚它到底是什麼功能 但一般的說法都說 它可能是一種濟室用的一種鯉器之類的東西 這種東西叫做銅澤 基本上它就是那個樂器 那個鞭宗變大的一個東西 那當然還有除了這個東西 還有就是銅箭 就是戰爭的關係 所以也會使用這個箭 那像這裡也是一把箭 就在這個培葬的一把箭 在一個墳墓坑 一個墳坑裡面的一把箭 好啦 所以接下來我們按照這個吉野梨的 它的這個整個公園的這個狀況 我們來把它分析一下 說一下日本人的古代的一些宗教信仰之類的 第一個就是祖靈信仰 這怎麼說呢? 因為剛才那個吉野梨遺跡 按照有整句分析就是說 它的中間這邊是一個內鍋他們住的地方 裡面有一個祭墊 祭墊直接上正別面就是什麼? 就是墳丘 墳丘是誰的墳丘 就是那些首長 首長嶺 就是一些重要的 過去在生前擁有權利的一些人 死去之後就共有面子埋在這個墳丘 墳丘裡面就大概這樣子 可以看裡面據說是這樣子 它不是一個 是好幾個墳丘就在好幾個墳墓在一起 然後就在外面是這樣外觀是這樣子 外觀是這樣子OK 那這裡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這些墳丘他們很明顯的 這個時候日本已經意識到了一個怎麼講 已經開始祭祀首長嶺 那這裡明顯的就是說 開始有這個階級分發的信仰出現 那麼也有特定的人 就是說他開始掌握這個 掌握這個對食者的信仰的儀式 或者信仰的操作信仰來獲得政治權利 這樣的東西已經出現了 所以大概在米生時代一種初期的國家型態 大概已經出現了 那這些東西後來跟日本的一些相關的文化 當然比如說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跟日本的皇室的一些習俗、儀式是有相關的 然後跟以後我們講到的所謂四神信仰 大概也是一點關係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講 好 另外一種信仰就是所謂的古靈信仰 古靈就是說當然不只日本 是很多古代人類的社會裡面都有這個 萬物有靈論就是一個相信 萬物之間就是有一種精靈存在 那麼日本人相信稻谷裡面 稻谷為什麼會生長 背後裡面就是有一個稻谷的精靈 那稻谷的精靈呢? 他們是信仰的這個精靈 那稻谷精靈信仰的一個象徵是什麼? 是什麼呢?就是這個 這個在哪裡?就是在那個祭奠上面 這裡就是這邊有沒有? 這邊 這邊把它放大就是剛才那裡 這紀念上面是什麼東西?就是鳥啦 為什麼是鳥? 因為他們認為那個古靈要移動 需要靠鳥存在這樣子 所以古靈信仰的象徵物就是鳥 OK 就是鳥 那所以跟這個相關 據說有一些神社他們會舉行一些祭祀的時候 會裝扮成鳥的樣子 像這個人就死了 這個是露絲 裝成白露絲的一個舞蹈 那講到鳥就會想到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東西 知道了 各位同學都看過吧? 這是什麼東西? 這位同學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有一個魂的這個同學 他們看 什麼東西? 鳥居 鳥居 對 那鳥居為什麼沒有鳥 為什麼叫鳥居呢? 鳥居是 這個叫鳥居嘛 對不對? 鳥居 這個一般大家都會聽過 鳥居 這個為什麼叫鳥居呢? 有此一說啦 不知真的假的 就是這個以前鳥居你如果念日文怎麼唸? 如果你要唸動詞的話對不對 鳥在的意思 對不對? 所以據說很久很久以前的鳥居 上面是有一隻鳥的 這裡有一隻鳥這樣 所以叫鳥居 當然這是一種 魔法程度是一種意測 但是 總而言之 講到鳥就想到這個鳥居 鳥居 鳥居很有 它是一個神色的部分裡面 很重要的一部分 對不對 知道鳥居的功能吧 鳥居有什麼功能? 花根屬 戒和神 對 沒錯 這是花根屬戒和神 好 介紹我們往下看 然後這個就不用講了 另外一個從這個圖可以說明的一種信仰 就是所謂太陽神的信仰 那麼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這邊講可以比較看 直接有寫出來 就是說你這邊有一個中軸線 這是一條虛線 就是這個日落跟日出它大概是一致的 夏至的日落 有什麼夏至的日出跟這個日落是一致的 就畫成一條中軸線 也就是說他們說這樣很明顯的 這些人他們意識著太陽的運行 OK 有此意說 那可能在這個時代已經有 這個對太陽神的一種信仰存在了 OK 那以上簡單介紹就是在這個時代 我們也可以關照三種的一種宗教的信仰 一個就是古神的信仰 祖靈的信仰 還有太陽神的信仰 那跟太陽神信仰相關的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不是日本的 而是就在荷姆渡長江發現的 長江那發現的 那這也是證明長江文明 跟日本的米森時代的相關的一個東西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這邊明顯兩隻旁邊是鳥 中間是太陽 那麼事實上從這個東西可以看到 在長江那邊 他們應該有對著這對鳥對太陽的一個信仰存在 那有人以此為證據說 這個其實也是跟日本是很相近的一點 所以綜合我們剛才講的 大概就是我們可以至少 長江文明跟米森時代的日本社會 至少有三、四點是一致 就是都是一個稻坐的一個社會 然後他們有這種高床式的住居 然後有對鳥對太陽的信仰OK 好 當然再努力少 應該還有其他別的相關的東西存在 好 那麼接下來我要講的一點就是 跟現在日本皇室相關的一點 這比較重要一點 我們剛才看到那些信仰 跟現在日本有什麼關係呢? 一個關係就是這個有關天皇的 皇位繼承關係的一個典禮 可以看出一些關係 首先我們講這個新長記 所謂新長記就是在日本的11月23日的時候 他們基本上會舉行這個新長記 現在大家現在就叫勤勞感謝日 那天放假所以大家都放假很高興 但是大家一般不會意識到說它就是新長記 我們直到那天叫勤勞感謝日 現在都已經變這樣子 叫勤勞感謝日 不過這個新長記是跟剛才講的古靈信仰是相關的 基本上他們也就是一種 你可以想像它就是秋天的時候收成的時候 然後感謝這個眾神的幫助 這樣的一種祭典 那跟這個祭典相關的就是大長記 大長記它不是每年舉行一次 它是在天皇繼位的時候才舉行的一種祭典 這個地點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天皇一輩子才舉行一次 那這怎麼這麼重要呢? 跟稻米有什麼關係? 就是天皇在繼位之前他要舉行大長記 然後這個繼位儀式的核心 就是天皇要跟他的祖先共識稻米 但是他天皇祖先當然看不到 幾種象徵的儀式 透過這個共識稻米 天皇就繼承了 繼承了 獲得了祖靈 分享了祖靈給一個靈 懂我意思吧? 他就變成了 因為用了繼承了這個靈 所以變成了一個合法的繼承者 用了一個合法的一個統治權 OK 這是這種獲得合法統治權的這個邏輯 跟中國是非常不一樣的 我把這個講完再下坑 就是我們講 中國人講天命 這天命大概是中國傳統裡面最核心的一種 這個確立統治正常性的邏輯 天命上面有個天 對不對 天給某個人天命 這個有天命的人就可以打倒另外一個王權 然後確立自己的統治正常性 這種邏輯背後 不是背後 就是它相關的關係就是革命的邏輯 你可以去革別人的命 可是在日本不是這樣 日本的這個皇室這種統治的正常性 或者是來自於靈 這個靈是靈的上面沒有在一個 沒有在一個更超越的存在 沒有 就沒有 就不知道 那這個 所以它就不會被革命的東西是吧? 日本皇室各位聽過萬事一氣嘛 對不對? 萬事一氣當然這個是後來的 後來人為創造出來一種 一種說法 不可能是萬事一氣 不過萬事一氣背後有這種靈的邏輯在 就是天皇藉由這種儀式繼承了祖先的靈 然後獲得一種統治正常性 然後確立一種 確立一就是 然後就這個革命的邏輯就很難去發動這樣子 好 這是一點 我覺得跟中國比較起來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靈好像少寫了三格是不是 那個口 總之 大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我們在看日本的時候 那 還有什麼沒講的 就是 那為什麼天皇會叫憲人神? 各位聽過天皇叫憲人神嗎? 憲人神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也是因為他分享的來自於 他是人 可是他因為分享了祖先的靈 所以他還變成了一種憲人神 主要是這樣的一種邏輯 OK 那麼天皇的統治正常性的確立 他除了靈之外 他還有一種邏輯就叫神器 這個神器就是說靜遇見 這個神器有沒有 這個神器所以靜遇見 擁有神器的人就擁有統治的正常性 OK 所以天皇在操作他的這個政治的時候 他們主要是從這種觀點去看的 而不是從天命 當然不是說天命思想對日本完全沒有影響 也不是 它是有影響的 可是說在整個日本的這一套 有關的皇室的統治的理論之中 天命基本上是一個被排斥掉的一個邏輯 然後日本 後世的日本 當然以這個日本的一個特殊獨特性來圍傲 就是說革命到底還不好呢? 當然革命當然也不好 可是一直不革命當然也有問題了對不對? 可是在後來的日本的一些 看一些日本的知識分子寫的東西裡面 這個萬事一系日本人不革命變成一個 強調日本特殊性的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所以日本這個民族為什麼特殊呢? 其中一種常常被拿出來講的 就是日本是一個萬事一系天皇統治的一個民主 一個國家 OK 但是以後我們會講萬事一系當然它是一種後來創造的話語 它不是一個真實說 日本真的祂祖先就是神 然後就一直就是完全都沒有斷絕掉 當然也不是 好啦 這個有點扯離有點遠了 總而言之剛好講過就是我們剛才講了這些 現在皇室的一些儀式信仰 跟米森時代信仰還是有一些關聯在 然後就順便講到這個國體的本意這本書 各位看一下 這個參考一下 這國體本意在戰前日本 就是一種像那個毛澤東時代 還有毛一路一樣就是要背的 那裡面講的就是講到日本的 當然講很多 不過這一段主要講的就是OK 他跟你解釋天皇為什麼他有他的偉大這樣子 那天皇是你們說天皇是什麼順水的 マリマリ這個 マリマリ就是順水的意思 各位這個比較難一點 這是 マリマリ 我が国のトウジシタマオ這樣子 就不要念了 就是直接翻譯好了 就是他講的就是說 天皇是順水的皇宗 皇宗的心來統治我國的一個獻譽神 也就是獻人神 那他跟絕對的神 全知全能的上帝是不一樣意義的神 這裡講的當然就是跟基督教相比 他的所謂的神的意義是不一樣的 那他說這個皇祖皇宗他的神衣天皇 他跟皇祖皇宗是一體的 一體的 為什麼是一體的? 剛剛我們講過 按照一種領域的邏輯來講 他們分享的來自於皇祖皇宗的祖靈 那變成是一體的這樣子 大家只要講的是這樣的一種東西 這樣的一種概念邏輯 所以國體也是從這個角度來詮釋的 這個是很複雜的一個問題 以後要講近代的時候 才能比較想去詮釋的一個問題 大家稍微有點概念就好了 OK 好 我們再往下看 接下來我們就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就是米森時代 阿朗普剛剛講過後來就是說 他其實時代大概是從西元全文 四、五百年到西元後 四、五百年左右的一個階段 大概將近一千年吧 這叫米森時代 那這個時代裡面呢 米森人他們大概是從韓國 也不是韓國 是朝年半島過來的一群人 那這群人呢 來來他們的特色就比較單眼皮 輪流比較不深 身高比較高一點 那跟神輪比照起來的話 那住的地方就是剛剛講過 有樹屑的住居 有黃豪吃的脊落 然後開始種植稻米 然後有這個祖靈、古靈、太陽神的一些信仰 那這些東西跟後來的日本的神道信仰 是有一些脈絡可以看到的 是有關係的 那另外一點就是他們開始種稻 但是因為種稻 因為定居 因為農耕 所以開始有這個戰爭 OK 那就人類史來講 剛好我一直在強調 所以人類史這裡是非常歐洲中心的一種 人類史觀來看的話 米森時代他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銅器跟鐵器大概一起開始的一個時代 大概是 以上我們講的是這幾點 那以上再看幾個圖片 這圖片是剛才也有講過的 不過可以再看這個圖片 可以更知道更詳細一點 剛才我們講過就是所謂的渡來人 這是米森人從韓國這邊 或者他可能不只韓國 可能從剛才講過大陸這邊渡過來的一群人 不管Anyway 就是在紀元前四、五世紀左右 大概就有一群人渡過來 這一群人是帶來文明 新的文明 那這群人主要從北九州這邊開始 他們擴散 那麼在他們來之前就有一群人了 這一群人叫神武人 神武人當然也不是什麼純種 他也是經過某種程度的一種文化或者也是某種怎麼講交流 人種 北來的人種和南來人種的一種某種程度的交流 然後發展出來一種神文的人種 那這種人後來就又來一群新的人進來 那原來的神文人就被往兩邊移動 一邊是往北海道這邊移動 一邊是往沖繩、鹿兒島這邊移動 那麼到現代之間就是說往北海道這邊 他變成現在的艾努人的祖先 艾努人的祖先 所以艾努人他的神文人的基因就比較強 大概比較高 那麼如果鹿兒島這邊或者沖繩那邊也是一樣 神文人的基因會比較強 那越往中間這邊京都這一代 或者是京都、東京、關東這一代 這個米生人的基因會比較強 大概只有七、八成左右 OK 有這樣的一個差異 地區的差異現在 看這個圖更明顯 這個圖就是按各個縣去看 各個地方去看 首都圈是東京 東京人大概平均來講 他的米生人的基因大概有70%左右 比較高 可是你往南邊看 你看這個什麼宮崎縣、沖繩有沒有 他的神文人的基因就很高了 那往北這個也是這樣 東北這邊也是一樣 神文人的基因就比較高 有沒有 75%左右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地區的差異性 那麼事實上 這個差異性我想是存在的 事實上因為日本幾乎我都去過了 那每個地方的確可以感覺到這種差異 就是說你到陸俄島的時候 你會發現陸俄島人其實當然不是所有 陸俄島人這樣 大致上感覺上會比東京人 就是比較粗獷一點 比較接近成人的臉 我的感覺是這樣子 的確是有那個差異 那麼尤其到那個什麼 到北海道的時候有時候會 因為北海道其實比較特別 因為北海道它是一個移民地區 後來很多人移民進去的 所以北海道有一個特點就是 你要看到那個很純粹的那個愛女人 其實上也看不太到了 但是偶爾你在路上可以看到那種 面貌不太像日本人的面貌的 輪廓很深的那種的 看得到 但是不多 因為北海道基本上是一個移民社會 所以北海道講的中文 講的日文跟東京一樣 東京腔 它就方言就沒有什麼方言特色 因為它是在19世紀後期才開始有大量移民移過去的 OK 這是一個比較特別一點 反而東北那邊 東北那邊這個比較可以看到一些怎麼講 跟關西人不太一樣的那種特徵 也就是神文基比較強的那些人 大概東北那邊會比較多 好 這參考一下 另外一個也是滿有意思的 不過參考一下 按照日本人跟韓國人跟沖神人比較起來 有什麼差異 看到這個圖好像感覺像日本人 跟韓國人的基因比較像一點對不對 跟原住民差數差很多 好 這也是參考一下 好啦 那我們這邊就講到這邊 然後最後一個總結就是 就看後面這兩句話就好了 就是我們講到這麼多 就是我可以一直強調 這個森林、海洋還有這個農耕 不是畜牧 構成了這個現在日本文化的一種基調 後來的後代日本的文化或者歷史的發展 跟這個都很有關係 跟農耕的生活、森林的生活都非常密切的關係 這個以後我們再講的時候會碰觸到 另外一點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就是所謂有人說日本是個單一民族 這個其實是一種一種意識形態 所以文化不可能是一個 沒有任何民族 文化是純粹的 所謂追求那種純粹的民族 純粹的一種怎麼講文化 那基本上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你要追求純粹 你就必須要去排斥他者 OK 那會造成了很大的一個危險 那事實上文化它就是不斷在交流過程 所以有人說文化原本都是雜種 包括日本在內也是一樣 就算說日本跟中國比較險 它的確是比較某種程度來講 它的確是那種民族的多樣性比較那麼多 但是它也一定不是一個所謂的單一民族 這個是希望各位能夠了解的 好 那我們這邊就講到這邊 有因為它是在跟同情報道 就是神明的民族 各決定的每一種都會有 但我們我們在這裡 原本都在跟同情報道 我們會找到一個很大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